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窗 主持雪麗 有馬爾 露光的靈影 我們都很久沒有講過漫畫作品 前幾個禮拜才講過 比較近期的漫畫作品我們少講 今天我們想講一套 近來都算很流行 有很多人聽過嗎 這套怎麼會有很多人聽過 近來都拍得多前 有一個很明顯的徵兆 你看港版出得多快 那就證明香港很少 因為通常出得快 等到漫畫版才會出得快 通常很賣的 這套藝術的老的地方 反而不是南華 那天比南華島 封面 這套藝術這麼有趣 這套藝術的 我們今天要講的就是暗殺教室 有松井邱貞的作品 前一部的作品就是 小弟摩人 摩人偵探 他遲一部的作品很有過性 很多人都說 松井 這位漫畫家 如果以爆發的技術來講 他是一個計算型的漫畫家 他把這些受歡迎的元素 擺放進去 他計算過的作品裏 賣得的 因為他自己都說 他想成為漫畫的元素 他想出名 好 他在摩人偵探的時候 他也有透露一些 關於他創作的想法 他會準備一些不同長度的單元 他的故事表面上是一個偵探 但其實只有娛樂漫畫 如果作家說 爆發的話 即是有點像那位主角 即是計算過 這些類型的原素 原素 應該要放進去 而放進去 應有的主題裏面 還有計劃性 應該像爆發的兩個人 他一個人 是嗎 我覺得他有趣 摩人偵探文史連帳 中間有些後技 去透露 是會準備一些不同長度 單元元結的題目 以比這套漫畫 隨時元結的時候 都可以有一個原本的片段 或者結局 這是很厲害的 他預計了幾首準備 他是屬於幾首準備的漫畫家 還有 不知道有沒有問題 都是一本有完整完結的漫畫 很遺憾 因為看透了幾首 我發覺是唸一咳 因為其實 他本身是甚麼 他是以偵探漫畫的包裝 去包裝一個 其實是說一個 娛樂少年漫畫的 其實這個不關事 就算你包裝這個 其實不是偵探片 或其他問題 是劇情 也不太接受到 反而我覺得這東西是關事 尤其是偵探題材 其實是很講理據的 就是因為他有一個人 如果用一些肯幻的包裝 他會偵探圓 變成雖然 不是因為這個問題 不管是 就算你包裝到 因為他本身那個人 已經計算了就是知道偵探作品 去到某一個時候 去到中段的時間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你很難去脫變 所以其實他就一開始告訴他 開宗明義 我的主題就是這樣玩的了 而令到他自己本身的作品是可以的 我突然之間變成一個戰鬥漫畫的形式 他都不傳到戰鬥漫畫 但是偵探的感覺是鬥智的部分多於鬥力的部分 但戰鬥不算是很多 會不會應該說他一開始演出的時候 他想了很多方面的路向 但這種受歡迎他的手屋 因為真正的經驗人調整 要用八萬個王法 而且他很多人都反了說所謂的偵探畫 偵探畫簡單來說 死人是會直接上門的 但是他們的套路就是 他們去找一些事件出來 因為本身就是那個故事 故事和那個設定 他都說主角都要不停去找一些謎題吃 可能講過故事 故事是很簡單的 就是一個魔界的魔人 討充的人很厲害 要有這種能力 對 魔界已經找不到對手 對 其實他本身的嗜好是吃一些謎題 魔界找不到 他發現人間界原來有 他就來到人間界 在這個過程之中 他就遇到一個女主角 因為他在人間界活動 他需要一個代理人 他就用某些方法 逼迫這個女主角成為一個代理人 你用按摩奶包的理由 按摩你人間是沒有什麼力量 要跟人類結契才有力量的 但他只是以為一個角色 我代理而已 我代理而已 不知人間看 這次是 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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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心計算 真漫畫中很少可 有一個比較長的連作圓得這麼圓滿 你看完的感覺是不覺得突然一惡 好像不是突然一惡 這是真是圓的 或者說 很多時候張維茂 到了一個大叛套之後 突然會追加一些新的能力設定 會令他的故事強行 他好像說他真的知道這個作品是會員 那一刻就來了一場最大的見著 然後就真正完成了這套作品 好像計算到已經去到高峰了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計算到 他今天是被腰斬 這個大家就不知道 但由一個獨者獨讀 是一個好的體驗 他到了他的第二套作品 即是我們現在要講的《暗殺教室》 其實他都是用同類的計算方法 他就是今次用一類小字的 GDA形式 GDO GDO 學院故事 學院故事 大家明白 日本學院故事是非常風行的 其實我在想 這個封面是否他設計 肯定是他設計的 他畫得很大 就是這樣 他連封底都沒有 這個故事 你說金小文的漫畫 他在畫面上已經是給其他漫畫 已經有同級的人 這個是他的設計 然後炸到只剩下 月球也有一次租約 計算這個龍豬 他就說一年後 就會將地頭都會變成月球這樣的死本 為什麼要等一年呢 不完全是炸爆了 只是不遠都是變成新年 也是炸爆 也就是炸爆 其實你疑問 現在是炸爆 我知阿鄧提出了這個條件 就是說 我都知道你們沒辦法 你解決我 你解決我 如果給你們一個機會 他可以有機會去暗殺我 然後條件就是 他要成為這個 又門 什麼中學 沒有人懂 中學生 學生 學生的那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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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託這班學生 希望他們在這一年裏面 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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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酬一百億日元 太少了 你明白嗎 一輩子都很黑暗 中間隔了很多 已經 外判再外判 一百億就變了 實在是太少了 外判再外判 沒有設定 這個也算 沒有人知道 可以算是比較邪 爆玩 外判 你一看一看本片 就很坦白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為何會有 這麼隱蔑的 入星 有什麼 因為我看這套 其實 我已經看見 有新年了 因為我基本上 有新年了 都要看幾話 但 他開頭 就叫做 你說一般 可能校園 問題學生的故事 怎麼形校園 教師 教師片的套路 那些套路 問題一天 開一開場 不是 開頭很正常的 一 開頭他用了一個很長眼 就是說 這班學生 拿些槍 他們的目標就是 不在正常的上 他們的目標就是 在上課的時間裏面 你會想說 究竟 在上課的時間裏面 可以搞到什麼 暗殺 應該說 他將兩個 很不拉單的 條件 第一個就是上課 第二個就是 暗殺 這兩個 究竟 你完全是想像不到 這兩個 其實不是暗殺 拿著槍刀剃 已經是暗殺 而他又做了一些很鮮明的設定 就好像說 其實 就算他是一隻 最強的森林刀 他有他的弱點 而他的弱點 我已經告訴你 即是 他提出這個地方 我已經告訴你 所有的 基本的弱點 這個不是一個遊戲的規則 即是我已經告訴你 這個遊戲規則 告訴你 你做到 這樣 他可以殺到我 這是私容筆記的變種版 講完筆記的條件 給你聽 他讀書主 如何犯我 讀書主 作者有這個框架 才會玩下去 這是一個框架 這是一個大框 但是可以轉 不知會不會轉 不是 其實看世王筆記 都是這樣轉 劉溫教 你是後面那些什麼 死王筆記的 應該這樣說 假定了一個最基本的 最致命的條件 而在致命條件裏 好像小碩 他自己本身都有 記著薩老師的 大大小小的入點 就是會影響到他的行動能力 又好 或者是他 性格上的決筷 性格上的決筷 但這件事也是反映了不同學生所用的方法 這是突出不同角色的手段 對 不是突出不同角色 差異化不同角色 對 因為一定 通常的學生片 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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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異化一些 典型的角色 這樣才可以做出一個火花 每個學生 又讀得自己不同的特色 對 或者才能 或者個性 或者喜好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做法 另外 就是剛才我們所說 始終是因為 都是一個 校園 有這麼多問題的學生 所以 走回GTO的 形式 每個學生去解決他們的煩惱 沒有 他最初就沒有這樣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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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初就沒有這樣做 其實這個 他走的路線就是 他是啟發不同學生的潛民 他從來沒有解決過問題 可能 甚至沒有解決過問題 他也解決不了 有時候是提出新的問題 去令學生領悟認同一些東西 他給了一個出路 除了這條路 你還有另一條路 可以去走 你一個學生未知自己留意到 但是 好像一個老師一樣點醒你 這樣 不是 我覺得這個比較合理 因為其他老師作品 你又想 現實未果是解決不了 一個老師吹幾水 就是一句水 可以 其實這件事很不合理 他用這個作品 說回是外星人 當是外星張瑜 用其他方法 有導學生 他有走這條路 反而我覺得 是比較令人束縛到的 但這條 這本文化 比較 例如這個優勢的地方 就是他老師 好像買老武器 好像叮噹 他不是在限制一個人類的角度 能力上出發 他就算超人的那種 超人的那種 譬如說 因為他的速度很快 然後說過程 他馬上可以去中國吃飯 都可以 他可以 分身 講習法 嘩 那些已經不是超有確駡的境界 我不知道 怎麼說 這個超人的設定 其實有些像摩仁靖 都是 不知道是 這個作者傾向於主角 是超強的 就算摩仁靖 摩仁靖 摩仁靖 一開始 他的職位衰弱之前 無敵的去得下 基本上是無敵的 因為都講到 他一開始說 魔界是無敵手 對 就算來到人家 後期反而 有些原因 令他開始變得 有些威脅的人類在外 整體來說 是偏強的 但是 暗示教室 都有類似的傾向 至少到這一刻 他都是比較 超強的存在 超強的存在 就算一些強手 在眼中 是一些 比較強的人類 但始終都是低的人類 低一種 低一種 高級的物種 不未構成威脅 那麼多 好像是吉那個 和他一樣的角色 才能夠構成一次威脅 也不是 有其他 他的後面 因為太熟悉他的時候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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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那個方式 有些 故事的方式 去演繹殺老師這個角色 其實 如果你說 好像GTO那類型 其實 他與其說 他側向是說鬼蟲 不如他側向說 去解決其他問題 對鬼蟲的妙生其實不多 但他這裡 暗示教室 他做的方法就是 他用學生去搖廢 對老師的形象 究竟是一個什麼的人 去描寫 就是通過 其實我覺得是商量的 例如學生 從學生的角度 死了 老師 有從學生的角度 死了學生 工 他們兩邊也是 他們商量 其實這個 醫學教室 很多時候都會有類似的 除了問題 就是 學生 又看回老師 原來這樣 這也是 常見的橋段 還有常見的橋段 就是通常 老師自己 都有問題 互相的 老師之間會有更大 這方面 固然 除了剛才說 一年多月殺了你 就是 殺老師也不可以對學生出手 這是其中一個最大的前提 就是 他只能夠被暗殺 他不能夠去反擊 他不能夠對學生做什麼 但是 他可以對學生的家人做什麼 靈慾 觸手 意外 當然 要介紹一些學生 其中一個就是 小碎 男學生 記住 心理角度 學校分組 體育比賽 都是分成男身組 不要搞錯 我讓大家看著都是男 官方設定 作者很多人都是男 但大家都覺得是女 不好意思 他不是男 他是男 但是 樣子令大家 你知道台灣 胡一換色 是你一個女生嗎 他比某些女生更像女生 你會知道 好 他開頭這裏 主要角色 他是其中一個 他最主要 最執重的是 去描寫 以及去不平 去追加深切 還是殺老師有什麼特別的弱點 因為他很喜歡寫下 宜教老師有什麼弱點 這個是他自己的性格 而且這個角色 最早期是展現他人藥的一面 是 是一個比較 整個黑黑黑 比較強勢的黑黑黑 還有班中感覺上 比較弱勢的學生村 存在感靈的存在 另外一個比較搶眼的 就是阿姨 其中一個很典型 斜語業 坦 這些學生村 有一個很高智商的 有很高戰鬥力的 例如高尚 是Best Guy 半奧學生 這種高能力的半奧學生 這些是必然的 有的角色 之前也有出現過 又賴齊 又英俊 又英俊 又新的電腦 最後很多時候 你以後知道 最終連阿sir都要靠他 很多時候 阿sir靠他做些鹹相 然後你說當中的人 各種各種原因 各種各種原因 然後還有其他 還有一些不來學生 不過那些 不來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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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來學生兄弟 留一就是斑花 那些 但是那些三人中 好像到近期後 都不多 斑花 然後另外一些 機械梁 一梁 那不是機械梁 一梁 那個窩吧 那個窩皮 他還以為 班長你有沒有記住 班長是水蘋果 班長是遊水 遊水 遊水 各有各種性格 他有各種性格 騙江蝟 你說 取而來之 其他的教師 你不會更多 反而更長 但其實你不會太單念 除了殺老師 學生 如果只有這個故事 不太好 因為 因為他老師的考驗 其實你始終是說 他都沒有忘記這件事 這個故事最主要是 他是要暗殺五殺 殺老師 其實應該只要半年時間 如果是跟他最新年代的話 都不說 選擇還是一分鐘做三十集 有理由 應該是來到一個限期很近 才可以殺到那個老師 或者他的限期 會變成另一種 其實我挺有期望的 首先大家都知道 阿廚不停記錄到老師 即是他畫畫到畫白 都會記錄到他的原點 將來他會不會用他的筆記 應該不知 三十一條缺點 就是羅列出來 有一個最終答案出來 即是如果他做到 我覺得是可以的 因為你說 剛才提到老師方面 就是國防部 阿廖徐 這個其實是很出位的 已經都很搶 因為通常你其他這類型 就是如果主角是老師 其他老師 除了有可能女性 女性 這部的女性老師 就不明白 這個角色 這個角色就是 他有種人情味 在裡面 訓練之源 其實某程度 他取到某些教師的位置 好像有表情 始終這部電影 都不是老師 就是薩老師 他沒有一個正常人類的實行動 要找回正常人拍照 就是這位體驗老師 全部都是好人 有個like 有個like 是那個班的老師 沒有人說 是那個班 好像出了個怪 那個廖徐 廖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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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徐是廖徐 那個是另一個 那個是實行恐怖主義 不是 那個副身主義 副權主義 冤冤 還有一個女性老師 即是後期加入 都是一個殺手 就是中期加入 一個殺手 都是一個殺手 不是BG嗎 怎麼會有個普通老師 真的用來 說一句 所有老師都是 在裡面 所有老師 身絕力學生 都是有背景 都是殺手級 除了那班原學生 原學生 原學生 原學生是學生 不是應該說 那班老師其實是 政府用法律 塞他進來 幫忙 第二個教師 那個 B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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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局勢 算是挺出位的少年 不是 因為第一樣 他出位的地方 你是哪個女性 這個不關事 很重點 這是一個外國女性 還有擅長用的是 適有的戰術 很正常 女人當然不會有特色力 因為他要 暗殺上這個題材 適有是其中一種 是合理的 你總會要帶出來 合理的 這是一個合理的 不過問題是 薩老師不是正常的男人 所以應該不能用 那你說老師那方面 其實他不停把老師負責 即是教導新的技術 去課學生 去提升暗殺技能 其實都不止 因為阿比奇老師 都是阿比奇 阿比奇老師 他自己都是要面對的問題 其實他都帶出了很多章節 就是要溫這個人的背景 背景和過去 因為他過去是一個暗殺者 又是一個 因為他要去那種地方 去執行任務 應該這樣說 他不是一個 直接型的暗殺者 他是用間接的手法 去取信 他也有很多 不要玩 暗殺全部都在那裡 你直接就 要刺殺 叫明殺 不是暗殺 你弄錯了 而他的方式就是 指引九則 如果第一次暗殺不成功 基本上他就不可能再成功 還有他這個角色比較 他和學生的關係 是比較有趣 他和學生的關係的演化 由他在高工作上 看不起小朋友 不是啊 身為一個專業 身為一個專業 看著那些材料 你會經常覺得 初日起身手 還要學生 你年紀有多大 你經歷有多多 我會看不起身手 這個變化是挺有趣的 他不是經常寫 他是深透 不久不久這樣寫 令這件事變得有趣 其實我覺得這幅上 漫畫都有說 就是他雖然暗殺 成功能 技能 技藝 很高 但他可能在其他方面 反應這些學生 反而 學生會有一些東西 會影響他 他反而 會在學生身上 學到一些 這個應該是典型的 師生貓 其實他為何出現在他的道理 有另外 因為薩魯師医 劇中的那些 盲文叮噹 很難令這個角色 會有 再有效果 反而是靠其他老師去做這個 我剛才說 薩魯師其實 都不是一個正常人 要用正常人 去配合這個劇情 做正常人應該做你的事 就是 你講這些 反而 我不知道 漫畫要走 其實 你看到這些情節 其實薩魯師 暗示 本來很多人 但他不知道經歷了什麼 其實有 但我現在還沒穿 你暗示了他 大家懷疑他最初是人 或者是有些原因 怎樣成 但現在的客人 大家也不知道 好了 那我們下一節繼續